汪小菲离婚案见惨胜 张兰劝儿子汪小菲少去台湾纠葛 最近,汪小菲离婚案在纷繁复杂的情感纠葛中终于赢得了一回胜利 然而这胜利的代价却显得尤为沉重 恐怕今后她很难再见到自己的孩子们了 这其中的辛酸与无奈 或许只有汪小菲自己能够深切体会 面对这样的局面 张兰这位坚强而清醒的母亲站了出来 她毫不留情地劝说自己的儿子汪小菲 不要再与大S藕断思连 在一次直播中 她言辞恳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小菲啊,你的明白 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藕断思连 你们已经离婚了 人家也有了新的家庭 你再去掺和进去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你要知道 缘分尽了 情分也应该断了 这个情 不应该再由你来传递给你的孩子 更不应该让你的孩子 把这份情传递给他的爸爸或者他的妈妈 张兰的话 句句都透露着对儿子的担忧和对孩子们未来的关切 她深知 如果王小菲继续与大S纠缠不清 不仅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更会对孩子们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 她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在将来处理问题时 也像父亲一样犹豫不决 藕断丝连 因此 她坚定地告诉儿子 该断则断 不要让过去的情感纠葛继续困扰自己和家人 相比之下 王小菲在处理与大S的感情问题时 显然没有母亲张兰那么清醒和果断 她一直在情感漩涡中挣扎 无法彻底放下过去 这也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张兰则不同 她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本质 果断地做出决策 这种能力和智慧让人不得不佩服 张兰的这番话不仅是对儿子的劝说 更是对所有人的一种提醒 在处理感情问题时 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和果断 不要让过去的纠葛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同时 我们也应该学会为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 让他们能够健康 快乐地成长 毕竟 作为父母 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地影响到孩子们的性格和人生观 而张兰 正是用她的智慧和勇气 为儿子和所有观众树立了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网友对于汪小菲离婚案及其后续事件的评论呈出多样化的观点 一方面 有网友对汪小菲表示同情 认为她在婚姻中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他们指出 汪小菲在离婚协议中承担了巨额的抚养费和日常开支 甚至在某些细节上被大S方面指责 这让她在经济和情感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些网友认为 汪小菲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而不是被无休止的指责和攻击 另一方面 也有网友对大S表示支持 认为她在离婚案中的行为是合理的 甚至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 他们可能认为 汪小菲在婚姻中的某些行为对大S造成了伤害 因此大S在离婚后的行为是对这种伤害的回应 这些网友可能认为 大S是一个坚强而独立的女性 她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 此外 还有一些网友对双方的行为都表示不满 认为他们的真值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离婚纠纷范畴 对公众舆论产生了负面影响 他们呼吁双方能够理智地处理矛盾 以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尊重他人的权益 总的来说 网友对于汪小菲离婚案及其后续事件的评论 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这既反映了不同网友对于该事件的看法和态度 也体现了社会对于名人私生活的关注和讨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尊重当事人的隐私和权益 避免过度炒作和恶意攻击 从多个角度来看待汪小菲离婚案及其后续事件 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涉及了法律 情感 家庭以及公众舆论等多个层面 首先 从法律角度看 汪小菲在离婚案中取得胜利 这体现了法律对于个人权益的保护 大S因某些行为被判定为侵权 法院则令其公开道歉 这是对汪小菲合法权益的维护 同时 也反映出法律在处理类似案件时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然而 法律胜利的背后 汪小菲付出的代价却十分沉重 她可能面临难以再见到孩子的困境 这无疑是对她情感上的巨大打击 这也提醒我们 在法律纠纷中 除了追求法律上的胜利 还需要考虑如何维护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从情感角度来看 汪小菲与大S之间的纠葛无疑是一场情感悲剧 两人曾经的恩爱与现在的对立 让人感叹情感的复杂与无常 而张兰作为母亲 对儿子的劝戒和担忧 则体现了母爱的深沉与伟大 她希望儿子能够走出过去的阴影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这种关爱和期望让人动容 家庭角度上 汪小菲的离婚案也对孩子们的成长产生了不良影响 父母之间的纷争和对立 很容易让孩子们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影响他们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 因此,作为父母 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孩子们的感受和需要 努力为他们创造一个和谐 稳定的成长环境 最后,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看 汪小菲离婚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既体现了公众对于名人私生活的关注度 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家庭 情感等问题的普遍关注 然而,在关注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隐私和权益 避免过度炒作和恶意攻击 综上所述 汪小菲离婚案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事件 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分析这一事件 以便更好的认识和处理类似的问题 在汪小菲离婚案的漩涡中 张兰作为母亲 始终坚守在儿子的身边 展现出了坚韧与无私的爱 她不仅为儿子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持 更在精神上给予了她无尽的鼓励和慰藉 在这场离婚案中 张兰所展现出的智慧和勇气 也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 她没有被纷繁复杂的情绪所左右 而是始终保持清醒和理智 为儿子争取到了应有的权益 因此 我们忠心支持张兰 希望她能够继续为儿子提供支持和帮助 也祝愿她能够健康 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同时 我们也期待汪小菲能够在母亲的关爱下 走出过去的阴影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